跟大家說 今次早一醒來 我已經有新年準備了 就是我家補校將我的 Doctorate Degree 在2011年拍給我 賺賞我 對法律的事業有一個 比喻也有貢獻 我是覺得非常之榮幸 有過這樣的 博士的榮譽學位 在香港近這 10年8歲 政治化 和政治質素的情況 每放愈下 當然我也就在這個環境裏面 是用我自己的 方式去表達 和這樣的分別 一定要 據理力真有時候 他不仁你可以不義 未必可以說到 以步應步 但是在政治的立場裏面 你必須要緊守崗位 立場很堅定 要和人對碰的時候 必須勇於去格鬥 那麼格鬥過程裏面 有議會內和議會外的工作 議會內裏面 的言含全部是受到 得權的法案裏面 所保護的 就是說不會受到任何的 誹謗或者是 民事上的追究 那內和呢 有人呢 會心胸狹窄 這個毛孟靜 因為我講的 楊掌論對他有種種歧視 甚至乎是性騷擾 實際上這些是容忍自擾 並不是騷擾他 大佬要找騷擾 也不是他排到 沙頭角都還沒見到他 對不對 誰這麼有空去騷擾他 這就是 郭榮鏗處理他 那個會議的時候 那種無能的表現 應該要選舉一個 一個主席 短短三十分鐘裏面 搞得好 但是他可以經驗拖拖了 整二十幾個小時 都還沒搞定 所以他只不過是提示他 那隻這樣的盲毛呢 就走過來 就說 投訴規程問題 何君耀這番說話 正是針對好像似乎的 智商呢 和應該有的那種智慧 或者表現 是專業人士才有 如果不是專業人士 就好像被貶損 是不是就是 將他們侮辱 那這些人就直接 行謀自己公的頭過來 那我就只不過說一句 這個幾筆字無別人 已經能無知 你可能吃的西餐 就吃得多 就是羊腸 所以你對中國文化 你的中文就不理解 它經常扮得嘔吻著字 又好像自己對語文方面 深有研究 但是實際上 自己就是 炸到不得了 又扮有型 那又要投訴 那我就說 你可能吃羊腸吃得多 那你現在就自己 侮辱自己而已 那於是他又可以投訴 這些說話實際上 在議會裏面說的 那但是他也是 上方上線 我都沒有辦法 那我在 較早前的Facebook裏面 有所 有所解釋 那這些 羊腸論 啊 然後又是 啊 又抄那個721事件 加起來呢 於是乎 就打我毒針了 實際上打我毒針 都不止這些 遠的 遠的 鋒的 加起來都成四十多支 但我才不想的 不過不要緊 那我投訴到英國那裏 有一條利物浦的 叫做Lord Elton 就說 哎 我們突然之間 在上個星期四 谈论在英国海外公民护照里面,我们上议院作出个动议,好不好呢,就给香港那几百万人,二百多万人拿着这个BNO护照,有居英权,突然这些包裹老鼠,假慈悲,三十年前,它就限制我们香港人都没有居英权,三十年后,今天, 还不是下议院里面,议员提出来的一个动议,就是刚刚那些人吃饱饭,等他去厕所那些,不像Liverpool,Lot Elton那些,就在上议院里面辩论,就说应该要被,被什么鬼,膝头对上,被,做假戏,好了,原来在讨论里面,突然想起何君尧,Junior So这个人,哎,这个人平时讲话,他有无的方式,现行举止,全部, 是不代表,于是乎呢,就为什么呢,这间,这间,这间,ARU,Englera Ruskin University,会给予这个何君尧,有一个博士学位的名颜的,大哥,你这样有用的,你的口语哦,就写封信去投诉, 就什么时候投诉呢,就是英国人,大家都知道逢礼拜六,一定是不会上班,他竟然礼拜六,二十六号那天,就突然呢,就拖有狠狠地,就因为上议院发言,发开好梦,讲些没厉害的东西,就升起何君尧,这个人突然之间,就要投诉,就礼拜六,写封信, 就被ARU,Englera Ruskin University,投诉我的行为不检等等,竟然又有人跟他疯了,我家保校上面,就是执事那些, 下巴巴,本来的声,礼拜六,人家要封信寄出,礼拜日有机都不开工了,礼拜日收得到,完全都不需要知会,何君尧,也都不去问,也都不去不舍去问,何君尧,喂,有条牟利,那条利物,我就傻了,这样投诉你哦,你怎么看呢,起码都有个courtesy,不是courtesy,你起码都有过这样,就是这个, 公平程序上公義 人家投訴的你都要給個機會 被投訴人去發表一下他的立場 向來英國是講公平公正程序公義的 竟然你這麼基本的事情都沒有做 說要剁我的學位就剁 對我來說這個學位 實際上你給我很高興 你不給我呢 我不是很高興 我只不過感到不遺憾 是失望作為一個大學 是受外來的政治因素的任威下 竟然失業了自己大學的自主 和學術的自由 更慘的是 你在程序處理投訴方面講 完全是不達標 所以人家投訴一句 那你就要剁就要剁 星期一 晚上 就是香港 做這個暴亂 在屯門那裏 暴亂事件 還未能夠停 在那段期間裏面 他們自己開會 我不知道幾多人開會 可能阿某和阿秀 兩個人一起抹一手 就自己阿某收到封信 就說 要解僱他 要斷掉他那個 收回他那個 癡斷他那個大學 榮譽博士學位 就這樣決定 所以其後呢 就自己公告 我還未收到那封正式的公閒 不過 我就已經回應了 一件事 稍後會在精文封 英文的公開信 就會回過去 被這個 ARV我保護 我說 你炒我 不要緊 但起碼你都炒得 半年堂黃點 所以 你炒我的時候 因為有個人投訴 你都應該給我一個機會 我去回應 我回應一回事 但你不給我一個機會 我去作出一個回應 這個程序不公 肯定JR到我 你會亂 所以 不要以為 鬼佬一定會是 會是 會是 會是做事 很到位 有時候索得起來 真的沒有辦法 你百年老業 百年的老之後 說你牛樽劍橋 你叫橋 是小粒螺絲 你就要跌就要跌 說你是劍 說你是 那個 柱樽 九樽 什麼樽 什麼樽都好 那個樽要爆的時候 就要爆 所以有時候的事 我們都沒有太過迷信任何事 阿拉我學軍業 做的事頂天立地 我要批評的 站在什麼 是公眾利益的立場舉辦 並不是為己任 我批評人的時候 我也都是有一個理由在 所以千萬不要看任何事 是斷章取義 專門是秋正歸 他說這個用詞合當於否 但我們要看的是一個 totality of the picture 是整體來看 我們見到泛民裏面 那些人在議會裏面 橫衝直撞 漠視規矩 我們的規則 現在我們在泛統裏面 最多的是什麼呢 他們最多就是 有外帝的議員 不限於有三至四個 這種情況裏面 變三至四個 第一個 就是這個教書後題面 書都不能教的 鄭重泰 他都是博士的 他博士有沒有收到千元 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想想 第二個 許智峰 公然在立法會裡面搶手機 第三個就是陳淑莊 路有病 現在說好了 都算高明 任何有老病的人 找他那個大國手 可以真的前後加起來 頭都不用看 就好像人家菲律賓那些神醫 在他的手裡 握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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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把那個毒瘤 拿出來 接著這個病人 可以短短時間裏面 又跳又嬌 接著在法會裏面 掛掛叫 跳上桌 什麼都做得出 第四個就是陳家津 四個人裏面三個都覺得 時間進去那天 都有點內涵 可能他真的坐牢之後 那天 是 Mellow了一點 他都說一句 坐牢其實都不是一個 那麼值得恐懼的事 但肯定一個 不是 為自己的人生 添上 之彩的一種 說法 他的人都 都算是踏實 我雖然 不是 很喜歡他 但起碼他不會 我反感 其他那些 我不敢恭維 但是 畢竟 今次探討這句 ARU 我的母校 能夠這樣 用這樣的手法 去 將我的 那個 博士的學位 來 切斷呢 我覺得是 非常之不光彩 不光彩 不光彩不是學君堯 不好意思 不光彩的 是兩個 一個就是那條 李物浦 他就是作為 House of Lord 的Members 你又不是第一天做議員 你有沒有聽過 聽過什麼 就是這個 就是Evelyn Beatrice 的Evelyn Beatrice Hall 他這樣說 雖然我是 不贊同你所說的話 但我一定會 誓死保護你的 那個發言權 我在議會裡面 民選議員 所說的說話 是有相當的代表性 我講的話 沒有帶任何的 種族的歧視 也都沒有帶任何的 性別歧視 也都沒有任何的 性騷擾等等 你何來會有這樣的感覺 你的感覺 單憑是什麼 道聽同說 和何君堯所說的話 在議會裡面所說的 不但我有言論自由 在議會內議會外 我都有言論自由 尤其是在議會內 我又有特權 竟然這些事情 你都可以去投訴 你自己 你的理論譜 是上議院講的 那你不就是指揮場 聖 給了大譜 又不求甚解 又沒有去問清楚 你都起碼寫空信 你都會寫英文 我都會看 我都是浸過紀念 行水 你相信是 Mr. Who 究竟 你所作的所謂 為何會這樣 我覺得我看不過眼 從報道裡面有這樣的東西 我對你有個看法 但是未作出一個 完全有結論性的看法之前 我想聽聽你的解釋 然後我就會去哪裏 哪裏投訴 大哥 你是什麼 你是LORD 你是LORD LORD ELTON LORD ELTON LORD ELTON 你連這些事情 又不懂得去做 又沒有良度 然後 禮拜六 好像真的 這麼切 寫封信去投訴 又有聲聲狀態 在這個上議院裡面說 給我們BNO的居英權 不要做這些三腳貓功夫 被人用來笑而已 然後 然後 自己上路 第二個令人失望 就是 ARU 竟然 又不去問 我剛才所說 所以 他們經常說的一套 做的就是另一套 你們英國 又批評香港我們警方 在止暴制園裡面 捱捉五個月頭 這麼辛苦 昨晚年 昨晚在屯門上 繼續都有這個暴亂事件 我們那種尊嚴的精神 為香港的秩序 為香港的穩定繁榮 作出這麼大的努力 和貢獻 你就沒有去 恩賞之事 還在隔江搖劍 指手挖腳 你們香港不應該這樣做 不應該打言論自由 和民主盡情 自己在英國本土 好 九點前 就好散兵 要不然就整理你 到鑑倉 還有Inner City裡面 不准有這樣的示威和集結 在他自己本土做的 和 可他人次之外 在海外所說的 完全 根本都是兩個標準 他又說要誓死保障香港的民權 和民主盡情 何君堯是立法會議員 立法會裡面所說的 他又容忍不到 他又走去投訴 你這傢伙 真是越講越慶 今天何君堯 慶 即是盡量 我們應付心情 真是越變越明 我們大家看得到 你這傢伙叫做Lord Oh My Lord 是不是 我們都沒有談他 打鐵還需自身下 我們必須要根收自己的崗位 做好我們自己的香港要衷的事情 將我們香港那些不正常的情況裏面 撥亂反正 可解求別 始你不留任 始有留任處 你身為你的博士學位 我 俗願你 在你們的那個學業方面 學術方面 更上一層樓 在真理方面來講 能夠越變越明越清楚 今天阿拉伯会继续前逅,为香港,为我们的市民,做好我们应该要做的工作。 好,勃乱反正,破格扣边,真是要隔边,但是要停,是不是?OK,晚安,拜拜!